近月地價持續向下 為市區住宅地買小見小 昨日市建局西營盤 皇后大道西斜線 延居里項目截標 依然收到七份標書 反應理想 據悉 入標財團包括英軍、長實、富豪酒店、信志 嘉華國際及會得封 軍屬港資 大部分獨資鏡頭 項目預計提供逾12萬方呎樓面 綜合市場消息 估值介乎12.15億至14.58億元 每呎樓面地價約1萬至1.2萬元 估值兩個月左右下跌14%至17% 項目位於皇后大道西129至151號 在鳥仔橋對面 包括掃堂堂樓 五人足球場 垃圾收集站和公共廁所 項目地盤面積16,864方呎 總樓面約12萬1,525方呎 住宅部分佔14,303方呎 商業樓面近6,000方呎 預計提供約189火 預計落成日期為2028至2029年 項目設有限尺條款 單位面積不得少於300方呎 至少一半單位面積不可超過480方呎 項目9月底收到33分二項書 當時估值14.6億至17億元 但最新估值下調至12.15億至14.58億元 前後兩個月左右以下跌14%至17% 加華香港地產發展及租務總監韻梓梓表示 地皮位於港島 市場普遍有需求 加息以及地皮輪近垃圾站等因素 已反映於出價 惠德峰地產物業發展高級經理何惠錦表示 項目要興建政府設施 但位置方便及輪近中環 出價已考慮市場因素 華方諮詢評估資深董事梁佩宏表示 項目預料日後以小型單位為主 並須提供停車位 而向大度西一段可考慮興建商鋪 但發展必須原地重置及提供社區設施 如垃圾收集站、公廁、長者中心和休憩用地 若見少量商鋪 在扣除公共設施後 估計可見面積約12萬方呎 項目的地理環境 和單位警官軍稍姓崇慶里項目 相信調低分紅界線是市建局考慮樓價的將來走向的預測 地理環境下